微信不回 刚才赵川老师说 有四个可能性 要么是走亲戚了 要么没有网了什么的 其实是第五种 你想不起来他 你追他的时候 不是给他发微信 约他去看电影的吗 但是追到时候以后 为什么就不回微信 没有时间了呢 因为你想不起来 热恋当中的人 我们讲什么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他说他七天都没给你发微信 好几十年过去了 你都不想他 这就不是一个热恋当中的 一个状态 经常去KTV呀 酒吧呀 经常去玩 二十四岁的男生 他还没有收心 没有定性 在他的思想当中 他刚刚谈恋爱 他都可以说 我等以后有时间我再谈呗 结婚这个事 根本就没有提上日程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 真要嫁给他的话 第一思考 他值不值得等 第二你愿不愿意等 这是男生现在的一个状态 我不是说你错啊 我只是说这是你的一个状态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 我整个听你们两个对话 爱情当中的这个男孩 一潭死水一样 无论你怎么往里丢石头 都激不起他的波澜 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他嫌弃你 你总说他嫌你这个 嫌你那个 不是 是因为 你们俩就看了一场电影 他就把你追到手了 太容易了得到的 不珍惜 反正我就一追就来了 我也不用太管他 反正就放那呗 他还天天追着我 撵在我屁股后边跟着跑 所以女孩子要 矜持 要把自己看得贵重一些 对方才会看重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姑娘咱真的有点矫情 做事情 你总想在那鸡蛋里头挑个骨头 觉得他对你这不好那不好 所以你就觉得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对 然后你跟他哥比 你跟他哥有什么好比的 你跟前女友较较劲就算了 你跟他哥有什么好比的 甭矫情 好不好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很多爱情生于激情 死于平淡 你们两个生于平淡 死于平淡 如果想要好好处 你还想跟他在一块 等一下转身就走 让他重新追你 他如果愿意追 说明他对你有感情 慢慢追 好好处 他如果不愿意追 你们俩也就到这了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左燕老师 来 吴琪老师 有时候是这样 你自己觉得吧 鸡毛蒜皮的小事 人家都记着呢 关键时刻都得拿出来 都有罪状 一件一件的 这女姑娘嘛 抓着那个小事不放 这要什么你知道吗 这要本末倒置 问题是存在的 但不存在这些小事上 你们两个人叫 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没有建立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是什么 是你们两个人在生活里面 灵魂和生活 互相的契合和嵌辱 形成了一整套的 平时的生活的一套模式 这叫亲密关系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 做好准备 也没有想要进入一段 亲密关系 他现在只是谈了个恋爱而已 这是你们现在的本质 所以他不对你负有责任 他根本就没有想 让感情这件事情 占用他那么多时间 占用他那么多生活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 这个人究竟要不要 在我的心里面 也占那么重要的位置和地位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 那个适合我 建立我想要的那种 亲密关系的人 你要考虑的是这些 而不是说 你今天必须来关系 他必须不了 因为他不想要 不想要就是答案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